12月4日消息 小米万兆路由器 小米路由器B7000线已开始推送WiFi 7古箭升级 其中小米万兆路由器的版本号为1.1.6 更新日志 新增多屏铜莲Melo和MotiRu等高级功能 大幅提升WiFi 7设备的使用体验 整体性能优化及其他已知问题修复 据网友反馈 小米万兆路由器虽然没有开放6G和频段 但是多了一个WiFi 7的功能 Melo需要多屏合一才能开启 支持Melo的WiFi 7设备可以连接多个频段的WiFi 但同时是一个IP才能提升连接速率 此前报道 小米于11月27日宣布 旗下路由器产品已正式通过WiFi 7认证 小米万兆路由器 小米路由器B7000 小米路由器B6500 Pro这三款产品 将在12月30日之前推送固件升级 用户可在米家App打开路由器管理插件升级助手 检查升级日志和手动更新 或在升级助手页面右上角打开自动更新开关 接受小米推送的自动升级 小米官方称WiFi 7 不只是速度 更是系统性的体验热声 多路连接 动态优选 更低延迟 更强抗干扰 为将来的娱乐 办公 带来更浩瀚的想象空间 此前雷军曾在微博表示 小米13 Pro的WiFi功能是小米史上最强的 目前国内还没有开放WiFi 7认证 一旦可以认证 就会开放WiFi 7功能